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乏善可陈 亮眼的是后面出场的其中五位选手 一 维丽莎 首先是马来西亚来的维丽莎 虽然她有点胖 又有点黑 但性格可爱 她歌声的浑厚度 几乎媲美国际歌后玛丽亚凯利 所以出现了难得的四位导师都转身了 也难得的看到之前一直不积极抢学员的周华健积极抢维丽莎了 看得出周华健对维丽莎究竟选择谁为导师的紧张 好在最后维丽莎选择加入她的队伍 不辜负她一改之前风格而变得积极抢她 二 李再西 其次是风格很欧美的李再西 她不仅创作与演唱的歌很西方化 连打扮也西方位 于是得到了两位也欧美化的导师 由谢华加潘伟伯的转身与争夺 潘伟伯明显的喜欢李再西 平台外表也有style风格也有唱功也有 没能抢到李再西为几对学员 她毫不掩饰地露出了可惜至极的表情 难受到连嘴都嘟起了 三 汪新竹 接下来是唱得让人嗨翻的汪新竹 原创的歌曲充满自己的风格 电子音加独特唱法 让潘伟伯与薛之谦都忍不住随歌手舞足蹈 潘伟伯终于获得首位学员 四 七奇 然后是唱演的让人沉醉的七奇 她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航的花旦 年方25岁的她 正努力于将传统京剧与流行歌曲融合 想让年轻人不觉得戏曲是沉闷的 这种发扬传统中华文化的想法 就让人为她鼓掌 她选择的是名选方式 让四位导师先转身欣赏 毕竟她除了唱 还要表演与歌曲呼应的戏 七奇唱得使人心情百转千回 加上配合度极高的戏 直击人心 潘伟伯明显的双眼泛红病带累 但她犹豫了几次后 还是转移拒绝了 周华健面听时 紧缩的眉头加闭合的双眼 表明她已进入歌曲一镜 然而她转移背对了 虽然拒绝了七奇 但转移后的周华健仍闭眼所眉 表露出她心情复杂 刘宪华面听时 身体前倾 神色凝重 透露着她对七奇演唱的认真倾听 虽然她也中途转移背对了 但她仍回头继续欣赏七奇的演唱 薛之谦深锁的眉头也显露出 她被七奇演唱打动 她是唯一坚持曲中 没有转移背对的导师 其他三位导师虽然转移拒绝了七奇 但不是认为七奇演唱得不好 而是觉得自己给不了七奇什么辅导 她已太棒了 而他们又都不擅长戏曲 薛之谦是不忍如此好的演唱 却不通过眉转移的 虽然她也给不了七奇戏曲融合流行乐的辅导 但她愿意尽她只能与她一起试试 对于薛之谦接纳七奇 潘伟博都感激无比 五黄晨晨 最后一位表现亮眼的是黄晨晨 作为学了十几年钢琴的钢琴戏女孩 她唱歌的音准极好 令周华健每转身前都以为她是自弹自唱 周华健是首位转身支持的导师 还有潘伟博和薛之谦都转身了 最后黄晨晨以唱她将选择的导师的歌 来表达她心仪的导师 周华健一听是她的歌 都开心激动地拍手了 中国好声音2023昨晚这一集 因这五位表现亮眼的选手 比上一集好看多了 这五位选手 我希望他们都能走到比赛的后面 但我也期待之后 每一集都有表现亮眼的选手 这样才不愧对好声音的舞台 2023中国好声音在开播前面临不小的舆论压力 近日 刀狼发布新专辑山歌聊哉 其中一首罗刹海市有起初圈 屡破各大音乐榜单播放量纪录 有人从这首歌中读出了刀狼与那英 汪峰杨坤等歌手多年前的恩怨情仇 将之视为刀狼对乐坛的一次讽刺或抱负 值得一提的是 那英 汪峰杨坤都曾担任过中国好声音系列节目导师 罗刹海市中有一句歌词未曾开言先转定 有网友大作文章 认为这句歌词讽刺了中国好声音的盲选赛制 不少网友进一步解读 未曾开言先转定 暗指节目组操控选拔结果 导师听几句声音就转身了 相关事件经过网络连日发酵 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今年中国好声音的热度 节目播出后 这将为视收视率一路走高 而腾讯视频 爱奇艺优酷三大网播平台热度值同样表现不俗 不过 节目口碑多少受到了该事件影响 附上网友在社交平台评论取起后